你那是你那是过冬的小麦吗 呃 不不不我们过我我我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零下零下冬天零下二十多多 应该就是冬天 你告诉我你小麦什么时候种吧 就是你小麦啥时候种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牛逼啊 你等会代表什么公平代表哪些公平呢 你如果真想和我好好聊咱俩好好聊 你如果上来只跟我聊非常浅的 只会玩耿的那种话如果不伺候啊 你真想好好聊你真想好好聊咱们好好聊 因为一句话 我就问你能不能好好聊 你别问一句话 咱们咱们就好好聊 咱们好好聊是吧 嗯啊行那我那我现在再说啊 自由制很简单 中国生产资料之后老百姓过啥日子啊 知道吗咱以前没过过 就拿就拿咱们吃来说 对吧我是种地的 你是吃饭的 地我掌控着 我随时可以调价格 你怎么办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凉拌呗 你凉拌你共兵啥呀哥们啊 你问我是我是这么想的啊 他医院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开啊 一开之后会有 我跟你说聊吃饭的事啊 等我再聊到上层结构的事 先聊最基本的吃饭的事来啊 饭都吃不上了别让我谈别的 咱们就说饭就说吃饭这个是吧 你得你得让大家竞争起来啊 你只要竞争起来 他就肯定会会降低了 竞争起来然后呢大家我跟你说 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没有大家 就那几个 那几个商量好了 ABCD四大在全球收割 你看不见哪 我看见呀 你看见不就完事了 你看你咋子啊 你想让14亿人中国人吃饱饭呢 我没说跟他们 我说的是 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国家 就是咱们家里面鼓励 弄个几百多家 只要有好多人就拉啥 这不就便宜了吗 咋子啊 现在是米贵啊 还是淀粉贵了 是米贵还是淀粉贵啊 一块多的米买不着 一块多的面买不着啊 我问一下 不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太便宜了 我觉得 你兜里几个子 你觉得便宜这样吗 你成哥这有50块年 100块年一斤的米 能不能买得几 能买得几现在来下单 因为这不跟你说吧 不是你别跟我说 你就我就问你 你兜里几个子 你吃贵的东西来 我先特别 我先特别来说一说来 我这有 我伺候着你来 买吧 我先给你种都行 那你是 那你 对吧你不是要 你不是要贵吗 我给你 我那个第1100亩的你挑 你来我现场对吧 我给你那个什么包鸡 你过来选 但不好意思啊 就是你说要吃贵的 弄什么样 价格我说的算 必须你得吃 因为你觉得 你觉得便宜了 你得吃贵的 那你说的对 那你说的对 你说的那也别说吃米了 就也没说吃米了哥们 你兜里几个子 来直播间总都上一个来 让总都看看实力 我有钱的话 我肯定给你上的 那你没 你没有你在这吃 要吃贵的呀 你没有这子 你吃贵的 我直播间有的是大哥大姐 吃得起我贵的米 顿顿吃的那种 但人家都没像你这样啊 哥们 你想啥呢 那就是我说错了 你说错啥呀 你说错 你刚才一人言词说的 还几百家 米厂 米商 品牌的米多的是 都不止几百家 几千家上万家都有 但价格最终谁控制啊 这关于民生最基本的吃的问题 咋的 要资本来定价啊 那没办法 你啥没办法 你活在现在这个状态下 你能吃 我就问你最基本的 咱也别说什么 对吧 你们天天就是最基本的 普通民众 就很简单 普通民众 现在我问你是咋的了 馒头卖到十块一个了 还是一碗米饭 一斤大米卖到二百二十块钱一斤呢 那跟我没关系 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啊 哥们啊 你不吃饭呢 我家种一年的地 够我吃三年 你不吃饭呢 跟你没关系啊 我家也种地的我不怕 我不怕 你家种地的了是吧 你家在哪种地啊 我家在甘肃啊 甘肃你懂种地是吧 我家几十亩地够 你懂不懂你家几十亩地 你最最基本的农业知识 你能懂吗 啊能懂 能懂 你家那你家地里面种的什么呢 告诉我 你年几季啊 我家一年一季啊 一年一季种的什么 种的土豆 宝谷 土豆和糕 土豆包谷还是小麦 啊啊玉米啊 说的好一点 好一点叫玉米 玉米 玉米和小麦 是吧 还有啊 啊啊啊 还有花生 啊花生 玉米小麦花生是一季种的啊 呃他他不可能一个地 他他我们这边 这这边那些地种小麦 那边那边种土豆 土豆产量最高 我我我 土豆废话 产量当然高了 我就问你啊 我就问你啊 就是玉米和小麦 都种老一季下了 我们都 小麦这边啊 玉米种那边啊 我不知道你那地理环境的啊 你那是 你那是过冬的小麦吗 呃 呃 不 我们过 我我我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零下零下 冬天零下二十多多 应该就是 冬天 中不了 你告诉我 你小麦什么时候种吧 你小麦啥时候种 你知道吗 你不能限查吧 哈喽 你卡了还我卡了 喂喂喂喂 能听到吗 哎呦我的妈 你可说话了 你咋的了 我还以为你查资料去 限查呢 不会吧 是卡了是吧 网卡了是吧 你稍等一下 我自动一下 你再查一下 我懂吗 我这种小麦玉米 小麦和玉米种到一季下 小麦和玉米种到一季下 好了吗 哥们儿啊 查到了吗 查到了吗 哈喽 胡成峰 胡成峰给他回两字 我不认识你 胡成峰不是 胡成峰先问他 你连的谁啊 胡成 我不认识你 我是冷场 这才叫 这才叫节目效果呢 哥们儿 1360 这才叫节目效果呢 你们同不同意 同意给我扣个1 那叫冷场啊 我还怕他不冷场呢 是不是 那才好玩呢 那我没关系 我不认识他 我这两天都停播了 我咋走了 孩子 你咋走了 你咋下去了 现查呢 不迟啊 现查呢 我没啥 我就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跟我在这儿 你说你知道 你家的中壁了吗 好几十亩地嘛 你刚才斩金姐姐跟我说 我知道 我家的地基梦 我又不撞 那你为什么斩金姐姐说你知道呢 因为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 他应该 我们这边是六月下旬的 因为我知道 所以我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 因为我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 沉默是今晚的抗调 虽然刚才沉默的将近三分钟 但是我跟主播说一声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这事就没事了 是吧 你刚才斩金姐姐 我知道 我家几十亩地呢 我知道 我迟早被你给带到这里面的 不是我迟早 哥们 哥们 我把回放放给你听的 你看你说的前后说的话 怎么又我带了 我就正常的问你一些问题 我只是正 我还没开始呢 哥们 我就正常的问你一些问题 我带你啥了 我说 我问 我问你啥了 你咋走了 你别走啊 你怕啥呀 你还不理瞧瞧瞧瞧瞧瞧瞧链呢 我看你好好在这聊天呐 我带你啥了 你走啊 我还没开始呢 我就问他一些基本常识的问题 她走了 哈哈哈哈